中火烂哩 有啤酒瓶子一辣罐里卖了 火烂闻钱 所以大家看得出来 我是一个非常有热心肠的人 我常热衷环保 我也喜欢帮助别人 好朋友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只要我力所能及的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去帮助他们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向我学习 昨天呢 我有一个小学同桌 好多年都不联系了 突然给我发短信 女生 海洋 帮个忙 我正在参加一个无聊的应酬 你就假装我老公给我打个电话 说叫我回家 你温柔点啊 我开免题 我一看这肯定没问题 我义不容辞啊 于是我就美滋滋地打电话过去 亲爱的 怎么还不回来啊 水都放好了 然后我听他电话那头呢 有点嘈杂 然后他就在电话那头跟我说 你烦不烦 记住以后该管的管 不该管的少管 我就是这么有个性的人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被人打击 被人嘲笑 那件事情之后呢 我觉得发现自己有点抑郁了 我就是查不撕 饭不响 吃东西都是吃一口吐一口的 哥你吃些啥呀 甘蔗 那天呢上班 上班快迟到了 然后我刚出这个地铁站呢 忽然呢 就有一个乞丐 乞丐好像那个腿 腿脚有点不利索 一拳一拐的 就走在我面前了 我一看这残疾人呢 然后他就拿那个碗 在我面前抖了抖 当时我也不知道 哪根神经抽筋了 我 我就把那个 烟奶 往里弹了弹烟灰 当时我觉得 哎呀 好像有点不对 结果呢 那乞丐啊 拿起了碗 拿着那个棒子 就追了我半个小时啊 哎呀 还好我身手敏捷 但是话要说回来啊 虽然谭言会这事 咱做的不对是吧 但是通过这个行为 我治好了他的腿病啊 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一个执着的人 在单位里 那我也是一个 爱做好人好事的那个人 领导呢 因为我的这些行为啊 就经常的夸我 怎么夸你呢 夸我 就是领导经常把我 叫到办公室里 时不时一周能有七八字吧 然后就夸我做这些好事嘛 就说 海洋 我说领导 瞧你做的好事 当然了 做好事的人呢 有时候咱会受点委屈 对不对 有时候这个 做好事受点委屈 我觉得那是难免的 对不对 那天呢 在街上 我就看见一个 油光满面的一个老大爷 还是在那沿街乞讨 不是上轨那人 吹脚挺历导的 我就寻思着 我这兜里边也没有零钱呢 对不对 准确说基本就没啥钱呢 我这兜里边就五毛钱硬币 我现在我就给他吧 我就说这个 大爷 五毛钱你买点 反正买不了啥 你就开始办吧 你们猜这老大爷跟我说什么 给不起就不给啊 你这是侮辱我是不是 当时我就火了 我就气愤呢 这年头的人都怎么了 是不是 我就心你不要是不是 你不要伸手 我就把那块钱我拿回来 但是这老头他死活不让啊 他说你干什么二年 俩人我俩就撕舍起来了 结果第二天呢 报纸上就报 说这个海洋因为节目压力太大 辽宁卫视薪水太少 跟街头乞丐大打出售 喔 想给我感觉 没打听好吗 我的颜头可是更好 你说話